战至2月11日,日舰吉野、葛城等多箭重弹,日本联合舰队仍未突入刘公岛防线。 此时的丁汝昌一直坐在丁公府的门前,双目远征,眺望海湾西口,那是援军可能到来的方向。 这天傍晚,夕阳如邪,最后一抹阳光带走了北洋舰队最后的一点希望。 当晚,丁汝昌在府内自杀殉国。 根据卫士回忆,第五昌体格强健,服毒后不得变死。 卧榻上,他辗转挣扎,口中喃喃,死在不甘这支大舰队的副网。 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是甘心的。 我们到底败在哪里? 这里有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细节。 1月25日,就在威海卫仿佛是汪洋中正在下沉的一夜孤舟之时,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给丁汝昌书信一封, 试图劝降这位昔日的友人。 伊东佑亨在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清朝今天之败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造成, 而是因为没守陈规,不知变革造成的。 前三十年,我日本的国事何等心酸,能够避免灭亡的原因是依靠殷实质疑, 更张新政才得以立国的。 现在贵国也应该以去救谋心为当务之急, 例行改革,如是国家可以平安, 否则怎么能免于败亡呢? 因为他到日本去访问过, 两个人是有过个人的这种接触的交往, 也是所谓的老朋友, 给他写了一封秦真义切的劝降书, 说大夏将军啊, 岂非一目能独自。 一东又亨的信, 虽然未能劝降成功, 但话却切众实力, 今天读来仍然是石破天惊。 客观地说, 一东又亨信中断言清政府不通便, 当今之时, 犹如古稀, 并不全然。 实际上1861年开始的晚兴洋务运动, 作为一场革新开放运动, 比1868年日本明智维新, 整整早了七年。 但二者为何结局迥异呢? 寒须鹤, 位于东京湾入口, 这里是日本人专闻为黑船事件建立的公园。 1853年7月8日, 一个叫佩里的美国将军, 驾驶一艘黑色军舰, 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国门, 史称黑船事件。 由于意识到没有条件和能力, 与美国发生武力冲突, 日本一方面选择屈服, 另一方面果断选择了革新。 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革新运动, 往往是先从思想上的解放开始, 其次是制度的变化, 最后才是器物的改变, 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 如果颠倒, 表面上看是走捷径, 其实走不通。 日本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走的, 而晚清政府则与其相悖, 期望仅仅通过器物的革新, 就能挽救自己于威王之中。 19世纪60年代,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 中国痛定思痛, 以自强求富为主题, 大兴阳务。 为了尽早实现失忆之常计以质疑的目标, 中国集中一切资源, 建造尖船力炮, 提升国家力量。 已经腐朽的帝国机体, 似乎又显示出了一种新的活力。 然而历史证明, 这只是一种有限的革新, 并未触及制度的核心。 思想上的保守, 注定了晚清政府, 不可能在这场变革中, 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尽管那个时代步伐有时之势, 但却难以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意志。 1862年, 日本人高山晋坐, 随传来到上海。 他发现, 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 魏元的海国图志, 在上海居然杳无踪迹, 甚至无人知晓。 同一本书, 在两个国家不同的遭遇, 折射出思想解放不同的深度。 而思想解放的深度不同, 最终也左右了两个国家的命运。 数十の班で, 是在学习中的学习中, 也有很多学习的学习 1880年日本决定制定宪法 1889年颁布了宪法 1890年7月大选 11月帝国议会成立 他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 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 但比中国的制度革新早了几十年 随之而来的是民权的发展和民智的开化 民智维新时 日本大搞自由民权运动 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 当百姓变成了国民 日本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 而中国的自强运动 却在一种专制和躊躇不前的矛盾中 艰难前行 实际上在慈禧的眼里 大清帝国拥有了北洋海军 就可以关上国门 就可以去修园子了 这个在心中修的园子 远比在昆明湖修的园子 对国家影响要更大些 大清国从来都是皇家的私有财产 无需民众对国家有政治责任 更不会赋予国民任何政治权利 渔民政策下的民众 看不到丝毫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关系 对于国家的命运 他们既不了解更不关心 对眼前的战争更是表现出异常的冷漠 民众对国家 对民族前途命运的这种冷漠 是整个加欧战争失败最深重的根源 用两句话来说当时的中国人 就是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 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一盘三杀 整个民族遭受屈辱 中国这个古老东方老大帝国 其变革与转型 注定要经历千难万险 千回百折 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和条件 或许能够交出一份更完满的答卷 然而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 生生打断了中国第一次走上现代化的机遇 而为下一次机会 我们整整多等了半个世纪 但丁鲁昌等不到了 1895年2月11日 服毒自杀的丁鲁昌在诸多不甘中 于2月12日沉七时痛苦地闭上双眼 护离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杨用林 护军统领步兵张文轩 且不愿投降而选择了自己 痛定死痛 甲午之败并非只是海军之败 陆军之败 而是整个国家的失败 一种落后制度的失败 最高统治者 只为了自己的统治筹谋 不知有国 朝堂上军队中太系林立 只为集团利益而筹谋 也不知有国 普通百姓没有丝毫自由与权力 只为生计奋命 更不知有国 这样一个没有凝聚力 一盘散沙般的国度 焉能不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 concerns 明天保详